什么?台银可能进SBL的四强吗? 我知道现在来讨论SBL四强也太早了一点 不过以过去两个礼拜打出来的成绩呢 我觉得台银表现的真的可圈可点 而且看起来跟过去的弱点来说都有一一的改进 那今年的台银到底有什么地方比较不一样呢? 嗯,让我们来好好的瞧一瞧 首先呢,我觉得第一个不一样就是教练 在过去的这两任教练里面,不管是洪群正教练或者许志超教练呢 他们都是所谓的外来教练 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因为在台银的系统跟一般的球队系统是不一样的 台银是一个银行而且还是公家单位 所以在过去的教练团的成员里面 基本上都是球员退休了,入行了 当了行员里面的员工了 然后再出来带领球队 所以这样子有什么好处跟不好的地方呢? 好处是嘿嘿嘿,当然 我所有了解公司里面的流程 我也了解所有里面球员的心态 就是因为全分两种 一种是航员,另外一种是非航员 OK,不好笑 那航员跟非航员呢 打球的心态当然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如果是在公司里面做事 你当然最了解他们球员的心情 还有早上站在银行里面 他的双腿是不是累了 我是不是要过度的训练他 还是要给他一点空间,让他可以打出休息 而且有走更长远的球风呢? 所以第一,我觉得伟成明教练回来呢 是比较了解公司的流程 球员的心态 以及所有球队里面运作的一些流程 这个对球队的战力来说 是有一定的帮助的 那第二点呢 就是我认为他们近年早的洋将 非常懂得跟其他的球员来搭配 他不是自己拿的球就想狂攻的那种洋将 那当然他也并不是没有弱点的 在今年来说 他的得分跟篮板都在联盟里面可以排到前二三名 但是呢 他在禁区的体型过于矮小 所以让对方的篮板次数是比较多一点的 我认为早期来看 台英最大的弱点大概就是这一块了 不过在这里呢 我们也必须要讨论 为什么我认为他可以到前四名的战绩 很大的一块是本土球员的成长 以及呢 老球员的健康开始越来越好 中生代的球员开始出头 那年轻的球员呢 各个都敢表现 而且都有很好的成绩 我们以两个方面来看这个 他的老将们呢 基本上都是打先巴的 今年陈顺祥的健康开始变好 张伯胜的健康开始变好 那另外呢 李伟哲在今年呢 也不像去年呢 比较有这种脑冲血的状况 在运作球队来看 他是越来越成熟 那在四号球员来说呢 他们有两三个球员 都可以轮流上来 打四号的位置 所以搭配的洋将有强大的攻击力 以及很好的活动力 在先巴阵容里面 他是没有问题的 那我们再看他的板凳 拥有一群非常年轻 而且具有威胁性的选手 那郭少杰呢 还有于传安在封线 绝对是没有问题的两把箭头 那今年打出了一个陈又曲 以及呢 我觉得算是工具的龙虹安 这两个人 的确是今年台赢 是一个很大的惊讶 因为这个四个板凳球员加起来呢 平均一场比赛 可以帮台赢攻下29分的分数 而且还有7.5个篮板的表现 在所有七支SBL球队里面呢 他们的板凳得分 是前三名的位置 那另外两个板凳可以得分比他多的 不是以四个人总分来算 是以六个人总分来算 所以四个人总分来算的话 只有蒲原的板凳攻击威胁性 是比台赢要来的好一点的 所以拥有强大的先发 健康的先发 稳定的先发 搭配着非常好的二线阵容 有活力的这些板凳选手 今年台赢打出不错的战绩 虽然呢 这个只是第二个礼拜 可是呢 到目前为止 各个球队的强弱 以及他们的弱优点 已经是非常的明显了 所以呢 在未来的几个礼拜里面 如果他们可以维持一定的战力的话 我看好台赢今年可以进前四名的一个成绩 OK 以上就是这个礼拜呢 我对台赢的战力的一个评估 那如果你跟我有不同的意见的话呢 欢迎你到PB Plus的粉丝页 以及Kenny我个人的Facebook 来一起跟我讨论 那我们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咯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